看就是326 其实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今天希望 这边做一个下拉清单 其实道理跟那个刚刚那一题有点类似 就是两个本来是分开的 可能在分在不同的工作 因为上课完把它放一起 这个是总表 这个是我将来要查 就有点像刚刚那一题 那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下拉清单选择某一班的时候 他帮我把这一班的 这边的BCDE这些 有没有 一班的一班 分别的 帮我放到这下面来 帮我列出他的结果 OK 有没有 比如我现在这个是还没有 一班 我要把一班的搬过来 二班 二班的搬过来 三班 帮我三班搬过来 有没有 他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像你工作里面 有一些 你要把某一个单位 或某一个产品 或者某一些资料 按照他的类别 自动带他的资料到另外一个地方 列出来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使用的方法当然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三个列 就跟各位讲一下 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至少要用几个函数 先做第一阶段 但是还没做完哦 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还要外面再用大瓜糊 这个所谓大瓜糊什么呢 就是要 执行阵列 也就是意思说 在Excel里面的公式执行回圈 而且在一行里面写 写的复杂度超高 所以最后的话写出来 应该最后就这样 这个是最后最终的 OK 不过根据我之前的经验来看 讲到这边的时候 大概已经有90%同学已经阵亡了 因为已经完全没办法了解 到底我的意思在哪里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直接用VBA写 反而变简单了 OK 所以上面的部分仅供参考 如果你想要挑战 挑战那种 让Excel的函数发挥到极致 你可以试试看 但如果不是啦 你觉得说 反正我是希望 把事情很顺利 很快速做完的那种 你就学VBA算了 真的 以这一题来看 建议直接写VBA就好了 反而变简单了 那至于呢 VBA要怎么写 我待会跟各位说明 你可以大家了解 因为逻辑很简单 剩下就是怎么做 OK 那网络上 你可以搜寻看到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写法 不过跟各位讲 我的习惯是 如果那个解法太复杂 连我都觉得 学起来很吃力的话 那那个方法 我就给它跳过了 为什么 因为连我自己 都觉得很复杂 那我如果上课 讲给你们听 那你们怎么听 能够很快吸收 即便你听完了 也不见得做得出来 那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不OK 所以我会希望说 那个方法是真的可以很容易记 而且你将来也可以写得出来的 才是好方法 所以待会跟各位讲 这要怎么做 做完之后 其实如果用以Sail的公式来做 现在太复杂了 所以我就刚才跳过好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要执行阵列 太复杂了 所以 那如果我们用VBA来写的话 你会发现我demo一下 一般有没有 按一下这个按钮 自动就帮我把它带过来 二般的话呢 就自动带过来 三般一十类推 带过来 那他其实逻辑很简单 就是什么 做比对嘛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这个范围里面呢 帮我比一下 这一栏 for i 等于第二到 然后呢 他的 这个 i列的A栏 如果他这个抓过来的东西呢 假如说怎么样 跟这个H H3的这个里面 两边是match的话 那就帮我把 他后面这 同一列的 什么呢 B到E栏的资料 帮我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应该可以懂个逻辑吧 复制哦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常会用到 以后如果说 你们希望把 某个部分的资料 然后如果找到 是你要的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的话 其实道理 也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 目前这边 我们是没有跨工作表 所以相对单纯 如果将来跨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能会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血池物件 就是你告诉他说 从哪个工作表 帮我放在 到另外的工作表去 如果说你是跨工作部的话 就多一个物件 叫 Worbook 工作部物件 有没有 跨档案的 比如Excel 这个Excel的档 丢到另外Excel的档 也可以互相丢到 没有问题的 概念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先不要弄那么复杂 我们先同一个工作表 会单纯一些些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Excel 这个按钮 做完 因为目前我们是按按钮 所以一样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档案VBA 有没有 这个326的这一个project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 模组 就这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插入一个什么呢 班级的一个sub 用sub 班级 然后呢 按enter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逻辑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反正第一个我希望什么 for i 等于 2 到 12 enter 两下打内的 这应该写过n 遍 然后做什么呢 if 如果他的 a 那个 id 的 a 栏 如果你这些不熟啦 我建议回去 应该把它练熟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很复杂 range 我建议用range 因为range的话 它比较好指向某一个固定的储存格 哪一个呢 h3 所以range h3 好 那 通一个ram 然后做什么呢 enter 两下 打一个enter 以图 ok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就是 如果一样哦 那就帮我把他的b c d e 复制到他的什么呢 假设我这边先把它控下来 这边把它先删掉 ok 把它 复制到 到这边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假如是一般好了 一般 这边的这个 如何要把它复制到这边 那我讲过 复制的要来源 目的要写前面嘛 来源写后面 ok 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写的方法是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 什么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把这边的b 同一列嘛 的b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不是 跟着一下 颠倒了 应该是这个要放后面 这个要放前面 前面是应该什么呢 sales的 应该是哪一列 第五列 我先打个5 然后呢 再g 有没有 那 以此类推嘛 这个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enter 贴 然后这边的话 g 然后呢 h i j 然后呢 call到bcd 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bcd 你只要不要打错就好了 只是说呢 可能刚开始的 同学对那个 来源 目的 从这边复制到这边 那个 程式 比较容易写 写方向写错 或者 比较不容易记得 那可是问题 不可能永远都是5 所以这里的话一样 我们可以再加个k k等于5 然后每放一个的话呢 k k k 等于k 加1 k等于k加1 k等于k加1 好用 那这边的话就把它放了 全部都改成k 就不会是第五列了 ok ok k 好 基本上的话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好 来试试看 这个三班能不能抓过来 看歪了 ok h2 最好其实写程式 女生也蛮适合的 要要细心 男生反而比较粗心 你看 常常都写错位置 ok 难怪跑不出来 ok 好 执行 诶有啦 三班 三班是三个 1 2 3 没错 三个 然后呢再来的话如果换成 一班 执行 诶一班也有了 不过呢 二班的话 ok 诶也有了 可问题来了 这个下面的东西没删掉 所以 最好是什么 在开头的地方多一行 什么 就是先把里面的东西先删光 所以用range range 我可以先刚才讲说 你帮我把G5 一直到哪里呢 G5到J的 根据10还是12 反正多一点好了 没关系 做什么呢 点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就清除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有什么 二班 刚刚 诶有没有 先清掉 再抓资料的问题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呢 就大功告成 ok 这样程式会很复杂吧 这比那个刚刚那个 我用Excel的那个公式 我觉得它应该简单吧 如果你会一点点VBA的程式 撰写能力的话 应该就办得到吧 ok 只是说它熟练 主要可能会 会有问题的部分 大概就是说 这个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的k k k的部分的话 我还蛮常用到的 因为 只要哪一列开始到 向下一列 那我就是用第五列开头 后面的话呢 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那只是说这边当然 还可以再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我现在复制 复制的话呢 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一个一个慢慢复制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其实这边四行可以改成一行 用range range里面有一个方法叫点copy 就是那个范围呢 帮我copy到哪里去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程式要写的话 你可以改一下 就是这个范围 call到哪里 call到这里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说 range的B2 冒号 E2 点copy 然后跟他讲开头的位置 就是好了 他就自动帮我延伸出去 到G5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这四行 其实可以再改写更精简 就是只要写一个range 点copy 可以 就写过去了 不过啦 其实如果你不这样写 也是可以改 已经够简单了 我就跟各位讲 另外还有个方法 更精简 可以让程式由四行 再变为一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那个班旗 123班的资料抓过来的方式 试试看 程式真的不多 建议一个一定要打熟 最好这些东西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 有些部分还是 差不多还是要记一下 如果你这样还是记不得的话 至少你要把这个范本给留下来 将来如果以后哪个地方刚好有需要用到 你把它套用 其实说这样 多套用个几次 你慢慢就熟了 熟了以后 可能慢慢 不是很刻意被 你就几乎都记起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也好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大家 再说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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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